车队浩浩荡荡迎面而来 阳光下这一串移动的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海 与日月潭湖光山色的风采相应程序 有的是机车上插满了国旗 还有人自制背驾 把国旗背在身上 我说我这个是街车没办法绑 他说那你想办法背着 那我就回去自己做一个背驾 这群骑士大部分来自中部的各县市 大家因为喜好重机 组成了浪漫骑士车队 每年都利用双十节的这一天 举行车聚 为国家庆生也让彼此相聚 我们本着爱国家爱国旗的精神 办理这个活动已经第六年了 而且每一年都有很多的车友 陆续地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 国庆日上午 机车群先在南投草屯 城府将军庙广场集合 再沿着台十四线中坦公路骑程 十分拉风也颇为吸睛 一路骑上的日月坛 非常高兴跟国家一起庆祝生日 骑士们说双十节是国家的大庆典 除了为国家说Happy Birthday 也借车具活动宣导 车友要骑帅不骑快 遵守国家的交通规则 他们用行动唤醒全国民众 爱台湾的慷慨激昂 中国民众 arriving Ми学生日快乐 民事新闻张家锐南投报道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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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中共已经川阳